曾访华一百余次的法国前总理拉法兰 在中法建交60周年的夏天又一次来到中国 近日,这位76岁高龄的友谊训章获得者到访天府之国四川 数日紧凑形成间,拉法兰参加博鳌亚洲论坛 全球城市绿色发展与乡村振兴论坛大会 参访文化艺术园区,增进友谊,深化交流合作 是他口中的高评词,也是他始终未变的夙愿 拉法兰对于此次博鳌亚洲论坛 全球城市绿色发展与乡村振兴论坛大会 给予了很高评价 拉法兰表示,在实现城市和乡村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 促进地域平等十分重要 我认为首次在这样大型国际会议上 将会议重点聚焦于城市和农村的平衡 以及关注农村地区的发展进步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在近几年 全世界一直在进步 城市发展占据了主要位置 但事实上,目前在全世界 城市和农村对未来得有着重要价值 热爱中国飞移记忆的拉法兰 在成都天意农园艺术博览园里 看到了面人、糖画、棕编、剪纸、绳编等众多四川飞移项目 他仔细了解着每项飞移记忆的特色和历史文化 并且现场与飞移传承人进行互动 接着,拉法兰又参观了由中法艺术家们 共同设计创办的中法图像共生艺术展 现场多位法国艺术家 为拉法兰讲述了艺术创作的情况 和在中国工作交流的经历 拉法兰现场鼓励法国艺术家 要多创作融合法中文化元素的作品 通过多种方式加强文化理解、交流 对艺术家来说 他们要和公众保持联系 这样才能激发公众对于其作品的兴趣 但大部分情况下 大家在欣赏作品的时候 和创作者之间不发生任何联系 我很欣慰地看到 这些法国艺术家在成都 通过将东西方的元素结合起来 找到了一种能够 激发公众好奇心和兴趣点的方式 继续进行艺术创作和发现之旅 这样的情况也延续到中国的其他城市 最终在欧洲和亚洲的共同影响下 也是合作共赢的一年 特别是文化和旅游方面的交流合作 像这样动人的艺术交流场景 不仅使法国艺术家更好地了解了中国的文化 也使得国际艺术家之间 携起手来努力保持沟通与交流 没有边界地进行艺术创造 不仅用ängt火 你 阿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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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